嗯 把数据图成这样的动态柱状图 确实更直观一些 是吧 确实很好多 回来了 你过来看一下 我和安安一起 把长盛这几年的营业额 按照年份和月份 做了一个这样的图表 可以方便股东们一眼就看到 长盛是不断壮大的 也算是给股东们 吃一个定心丸吧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图表比言语更有说服力 穿成这样方便吗 这没什么不方便呀 我太忙了 我忘换了 来 我出来一趟 怎么了 衣服在这儿 你凑合货一下 什么时候买的裙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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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别蹭了 马上 等会儿 别蹭了 马上 别蹭了 你搞了半天也没换啊 我这衣服太麻烦了 你帮我解一下吧 你不想我看你直播 也是因为这个啊 对啊 多奇怪啊 哪儿奇怪了 挺可爱的嘛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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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高总 他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要把股份 卖给立合资本 他不是长生的老股东吗 高总的房间也装了摄像头 有被拍到一些不好的视频 立合资本 只有拿这个视频交写的 长生的安保这么严 外人都进不来的 那有没有可能是 长生内部的缘故 我在想 还有可能是秦和部 去年他把长生 所有办公区域的密码所 都给换了 恰好 这密码所的长生 跟立合资本 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长生在他眼中 就像一个没有锁的大门 那 你有办法吗 放心吧 我来助理 行了 你出去我自己换 咱们这次直播的效果 简直太好了 裙子全都卖出去了 而且你用的眼影 口红什么 全都卖断货了 粉丝还涨了一圈 粉丝还说要强烈加播一场 别夸了 再夸我到时候飘了 会飘吗 那既然粉丝都这么热情了 我们就再加播一场 还有我是这么计划的 以后直播这一块就交给 交给我们沐小言来负责 我行吗 你还怀疑自己 我呢就准备退去幕后了 因为之前确实 直播这一块 我是硬着头皮上的 通过我们这次的数据呢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讲言比我更合适 你更放得开啊 而且感染力很强 我同意 负义 那我就试试呗 来 荣誉的桂冠 盛总 立合资本的薛总 想请您和几个大股东 一起吃晚饭 就在咱们酒店 股东问您去还是不去 鸿门宴都摆到家门口了 怎么不去了 那总是包饭 立合资本 已经是长盛的股东了 为了长盛的未来 咱们以后就要同舟共济 融入与共了 来 来 为了长盛的未来 干杯 来 咱们长盛的领食啊 真是不错 郑总 你说呢 谢总 您喜欢就好 谢谢 盛总 高总已经把酒店的 贵宾客户信息 都整理出来了 新的客房部经理 明天才能上任 把资料放到办公室了 明天好交接一下 明白 行 秦总 这么巧 晚上和孔东们吃饭 您怎么没来啊 我等许总华一回了 那正好 回去找你有事 咱们串理聊吧 你现在已经握 有长盛百分十的股份了 按照当初的协议 我算是完成任务了 现在我想退出 退出 薛总 真的会让秦赫博 到高总的办公室 去偷资料吗 如果他有打算 破坏长盛的声誉 泄露VIP客户的资料 是最好的办法 是吧 那你打算 让安安待在哪儿 给秦赫博来个人赃巨货 我打算自己去 哲宁 我跟你一起去 李冯导 昨天 那你 我看你 是看你 那就是看你 当然不希望了 如果是她的话 我对她所有的好印象 都会破灭 姐妹们 今天小妍呢 给大家推荐一款 特别好用的面膜 面膜 对 就是这款 嫩透基底面膜 它不仅好用 而且又实惠 大家 看来 她不会来了 好 你们最期待的宝贝 马上就要上架了 让我们一起来倒计时 一 三 二 上货 yn线 对 итоге 的 登上墨 这个 有声音的 好 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以后 他还能变好吗 你今天给了我答案 之前你给了我一份 长生五月份的婚礼名单 我欠你个人情 今天 这短信就算还你了 双双 你别再跟我解释什么 我也不在意你的解释 我们是在这儿认识的 能在这儿结束 也挺好的 也算有始有终了 双双 你放手 你放开我 双双 你放开我 双双